今天大法官如果他认定违宪 那我的做法就是 没关系你的判决我看 我看一下你的判决理由长什么样 我依据你的判决理由 所有的问题我就去修我的法律 反正你敢宣告我违宪 我就依据你的判决 我去修我的法律的条文内容 反正我就是主轴还是一样 我就是要有听证调查权 我就改到大法官无话可说为止 我是依据你的判决理由去改吗 对不对 我这四年我就跟你耗这件事情 你再给我违宪我就再删毒 你再给我违宪我就再删毒 我就跟你拼 我这四年就跟你耗这件事情 反正我四年我就跟你占到底 我就跟你占到底 然后我们来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拼 然后拼2028政党轮替 2016年前自己民进党的主轴 他们的主轴就是要国会改革 他们的主轴就是要国会取得 这些听证调查这些权限 那为什么到今天不愿意 因为他不愿意让 唯一还控制不了的立法院 回过头来去调查这些行政机关的 政策捞钱是很好捞的 那他今天他就是给你完成 但是政策捞钱之后 下场苦的是人民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政策是对的 你捞钱 至少人民还可以享受到福利 那就算了 但是他今天的政策是苦了人民 他可能赚个100亿 但是人民的损失是1000亿 社会成本损失 比如说我们今天走了一堆光电板 一堆风机 然后你讲得很好听说 这是绿能这是什么 但是现在绿能不是不能用 是他技术还没有到 到一个程度 还有我们的天然环境 像我们的日照时间 你就是没有比纬度高的 国家日照时间长 那所以这个状况下 你就一定要搞这个东西 然后搞到现在电价 台电从赚钱的公司 到每年赔两三千亿 然后国家去拨补 然后电价又要调涨 那调涨之后万物又起涨 那还是继续停电啊 你看最近台北 现在在抽俄罗斯轮盘一样 今天万华明天基本地 那天还累虎不是大停电吗 我都想说 我去年抽中三次 我们家住中山区 你知道我们那边吗 我说我驾到人家还几分钟而已 真的哦 对啊 我不是去那种骑摩托车去 超快的 不是你们觉得很荒谬 一个以国父为名的区 在首都里面 然后他去年停三次电 这是什么样的国家 我也是很服 那你刚才讲到那个 我就想说 又过来用国家捞钱最快 你看他现在用三种国捞钱 国造 国家队 国营事业 哦都是国 有国真好赚 所以最惨的就是我 我上次也是 不知道是不是在你这边讲 我说我们就是盘点一下 大家耳熟能详 大的弊案就好了 对不对 疫苗口罩快塞 鸡蛋 鸡蛋光电武器采购 输役 输役那还算小东西 你知道这些东西 让台湾使了多少国人 让台湾赔了多少钱 结果没有一个单位可以查他 愤怒 这就是悲哀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主张说 国会要改革 要有权力去 去调查行政权 但是从总统开始一路以来 他就是坚持反抗到底 甚至反了2016年以前 自己民进党的主轴 他们的主轴就是要国会改革 他们的主轴就是要国会取得 这些听证调查这些权限 那为什么到今天不愿意 因为他不愿意让 唯一还控制不了的立法院 回过头来去调查 这些行政机关的逼案 调查就没得了啦 这真的是关键 大法官如果受政治力介入 那这时候会怎么认定 那这时候他认定他当然 如果他真的被民进党介入成这样 他很难 我们就比较难期待他去做一个 宪法高度出来的解释 我换个问法好了 如果明显的最后判违宪 尤其国会改革无法判违宪 而且违宪比例很高 明显就你一个法律的专长 专家的人士 然后包括这一次去的黄国昌委员 翁晓雄或者是你们请的律师 还有就是所有的 这个在野党的法学专家 共识就是 这是严重的政治力介入 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政治危机 要怎么来应对 要不要强应对 如果不强应对 承认这个事件结果的话 那就代表一件事 那因为像民调出来 即便是偏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还是有有四成九的认定 事件能接受 五成一认定不能接受 那是不是会变成 辜负五成一的老百姓的托付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一次民进会对于这个 视线结果这个东西 其实我看过他们的题目 其实他那个题目 我觉得 认为大法官视线出来的结果 他能接受的比例这么高 我觉得那个数字有点问题 因为他的民进党的组成33% 所以他的这个有三分之一 那我还讲一个 如果以法治面来说 我们先不要去提说 体制外的抗争 我们从法治面 因为毕竟我们是法治国家 没错没错 我们一切先依照制度来去论 我们不要学民进党 从制度来去论的话 今天大法官如果他认定为限 那我的做法就是 没关系你的判决我看 我看一下你的判决理由长什么样 我依据你的判决理由 所有的问题 我就去修我的法律 我再把我法律修认之后 我再送一次删读 这是我现在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我就反正你敢宣告违宪 我就依据你的判决 我去修我的法律的条内容 反正我就是主轴还是一样 我就是要有听证调查权 我就去修 修完之后我再删读 我再让总统公告 我再让你们去申请试线 没关系 大家来 我就改到大法官无话可说为止 我是依据你的判决理由去改吗 对不对 我这四年我就跟你耗这件事情 那憲哥有没有可能会说 对于这些法条 他们判定违宪 你们会去愿意去把 里面认为被政治力影响到的说法 说明给国人听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大法官他们下判决之后 他的理由还是必须写得有道理 如果今天大法官他写的理由是 过于牵强 或是连大一学院看到都会笑的那种理由 我相信大法官大概不敢这样 应该大部分大法官不敢 其中一两个我不敢讲 大部分的大法官应该不至于 去做出这样的决策 所以我今天我在立法院 我们等于是对抗民进党的第一线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只要说我哪几条法律是违宪的 我就依据你的大法官的判决理由 我来修改我的条文的文字用语 修改之后我再来删读 你再给我违宪我就再删读 你再给我违宪我就再删读 我就跟你拼 我这四年就跟你耗这件事情 我就跟你修到大法官 你有一天无话可说为止 因为我就是按照你的判决理由修的 因为依照我国现行制度 大法官他就是最后决定者 大法官决定出来的那个样子 你也没有什么 视线是不能再争执的 你没什么对你也没办法对抗 没有补救的救济方法 除非是将来的新的见解去推翻就有 比如说以前大法官会解释 他有可能后解释去推翻前解释 这是有但是很罕见 因为以前的大法官其实都很得高望 他们真的是站在一个宪法的高度去论述 论述视线案 但是现在大法官我不知道 我是期待他们也都是很公正 但这次有几个不要被争议 例如说尤博翔这一次就被争议的蛮多的 所以我就说我相信大部分的大法官 都能够秉持他的宪法的高度 那我认为我们不能够退让 我们不能退让就是说 当你认为如果你认为违宪 我就依据你的判决流去改我的条文 真的我就一直跟你拼到你无话可说为止 那能不能多管齐下 比如说这个在法律的攻防上 我非常认同献哥的做法 但是这个里面因为他是用政治 用法律去包裹政治 因为我们知道宪法跟其他法律 最大的不一样是 宪法是高度政治化的法 因为他是做一个政治规范嘛 所以他用政治意识形态 去渗透到他的法条的解释的时候 会不会说我们一样继续打司法的程序 但是我们也对国人说明说 其实他这样的判决是极为不合理 而且这些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认为是有很明显的政治力的问题 因为你只是在遂行这样子 但是目前 这样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高度的政策 目前制度是没有办法这样救济 我们说救济就是说 就是做说明 对国人做出自己的解释的版本 我觉得你目前是没有办法这样 目前没有办法这样做 但是当然你站在 你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当然会说明嘛 甚至我们会指出 假设他今天判决 我们觉得不合理 我们也会指出 判决不合理的处 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做 所以我就说 我还是宁可相信大法官们 他们还是有他们崇高的地位 他们会站在宪法的高度 去做这样子的解释 我还是相信这样 他们的判决还是依据宪法 我们还是姑且我们相信这样 但是今天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 我就说我一定会 接下来反正我四年 我就跟你站到底 我就跟你站到底 然后我们来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拼 然后拼2028政党轮替 我觉得这是我们 我们不能退让 我在立法院里面 跟其他立法院在聊天的时候 我也说 我们站在第一线 如果连第一线都退让 那后面怎么办 像以前我在当检察官的时候 我检察官是 治安维护的第一线 那如果连检警都退了 都跟那些黑道妥协 那我们国人怎么办 那一样我今天在立法院也是 我在第一线 我不可能退让 我一定从法治允许的角度 我一定跟你站到底 现阶段 那我们先谢谢潘培斯 他说我懂献哥的意思 法律人的做法 我们感谢潘培斯的这个donate 那这个 好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小编提起的太好了 我们这个一起battle 这个周一到周五 下午一点到两点 在YouTube 这个CTI Plus中天二台记得准时收看 那有历史哥来跟大家主持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赖清德 是一个斗鸡总统 我想这样 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怀疑了 他那么爱青鸟 鸟鸟类聚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说 你看上次赖清德 是公开的宣誓 赖总统公开的宣誓说 如果不服视线的结果 青鸟会飞出来 那我认为这个解读就很多了 如果不服 比如说我宣誓我不服这个结果 好那青鸟飞出来 那比如说像憲哥的做法 你不是服也不是不服 而是继续的要把这个法律 距离力争到 让我们的第一线 因为我也必须说啦 这不只是第一线 这也是最后一线了 因为否则政府机会已经没有任何能力 你可以对抗民进党的 所以这即是 以前马英九说首战集中要被骂嘛 那这是我必须说 我们立法院现在是首线 就前线及末线 前线及后方的概念 那如果是这样你提出 但他青鸟给你飞出来 那这样他是要全面的给你对抗 但我已经觉得他有这样的味道在 因为他是公开的讲这件事 那我觉得总统不应该讲 其实就当家不应该闹事 因为所有的执政者他都希望社会安定 社会安定他才能够有好的治安 好的经济 好的什么才有办法有嘛 所以当家不闹事 这个并不是对当家者科的一个义务 不是说你今天当家你就不准闹事 不是这样 而是为什么我们说当家不闹事 是因为不闹事才是对当家者最好的结果 所以今天讲到你是总统 那这个社会越安定 你这个总统位置越稳 做得越好 那如果今天 所以说我们讲当家不闹事 但就今天你反而出来的是 叫大家明年 我不知道是赖金德讲 但是现在开始就说 运作明年要开始大罢免 然后开始青鸟要出来 那不是就社会动荡吗 那怎么会执政者去期待 社会是动荡 这蛮不可思议的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是惊讶 他说总统亲自说青鸟要飞出来 就是你不服事件 我青鸟就给你飞出来 那不是名着恐吓在野党吞吗 就说我这个事件就这样了 你就给我吞下去 所以我就跟你说 他终于成功的顺利把台湾走向独裁 这好纳粹喔 没有啊 所以我跟你讲嘛 就政治学很简单嘛 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监督的行政权 那就是独裁政体嘛 政治学都这样讲啊 所以今天不是就是朝向那方去走嘛 所以没有人可以监督他 想监督的你就是毁线乱政 所以我说 柯建民说啊 说我们国会改革啊 什么立法权能够监督行政权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啊 我才会讲说 柯建民在讲什么 全世界民主国家都这样好不好 哪一个国家的国会不能监督行政权 所以就疯了吗 这你在干什么 讲那话 你传到国外去不会被他笑死吗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Mont注YouTube Youtube